各位早上好 今天是星期四 也是8月10号 当地新加坡时间是8点50分 我们知道昨天晚上 美盘基本上就比较平静 主要是在等待今天晚上 要公布的美国的消费者指数 这个是整个礼拜里面 一个高峰点 我们看到 最近我们看到美元 就基本上是有点反弹 我们看到这个会影响到 全部的贵金属的价格 我们看到目前这个荧幕上 这个标价就是现货银 白银 我们看到银基本上 四个礼拜前来到25块2毛7之后 就一直在下滑 昨天晚上还创下 这个四个礼拜的一个低点 来到22块6毛2 从整个图面 我看到应该是还会再继续的下滑 所以今天晚上公布的 这个美国消费者指数 应该短暂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波动 如果行情有办法反弹 23块1毛8到23块半的话 我觉得这个框架是比较适合做空 因为我觉得短期的目标比较关注的 大家可能要看的就是6月份的低点 就是22块1毛1 可是我有一个技术上的一个目标 可能行情还会继续的跌破 这个6月份的那个低点来挑战 这个20块3毛钱或者是21块2毛半 这个呢看起来比较可观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总而言之呢 短期里面应该是贵金属会受损一点点 可是呢长期来看呢 贵金属是应该是一个牛市 所以大家短暂里面 可能会看到一些 那个价格呢 可能会还会继续的下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好了今天到此为止 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拜拜 点赞 点赞 点赞